苹果公司正式进军先购买后支付板块 那是否意味着Afterpay和克拉娜的好日子即将要到头了呢 大家好 我是Mike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知道呢 澳洲曾经在过去几年非常著名的一支科技股 也就是Afterpay 它从上市价格的仅仅1澳元 在5年时间里面达到了最多150澳元 这个涨幅是非常惊人 仅仅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面呢 在去年这个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 它当时的股价曾经一度是跌破10澳元 但是随后随着腾讯宣布入股 把它的股价是从仅仅从9块8毛钱一路是拉到了150块钱 那么在这12个月时间里面从10涨到150 年回报率几乎达到了15倍之多 应该说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股票可以和Afterpay相比 但是在昨天苹果公司正式宣布 他们将会正式进军的先购买和后支付板块 并且他们的产品将会融合在目前市场占有度最高的Apple Pay 也就是苹果支付系统中 我们知道目前的手机市场里面呢 其中单一公司来说虽然是三星的手机销量是最高 但是在每一个手机上用户使用手机支付的市场份额中 苹果是占据了最高的份额 那如果这些用户之后拥有了一个先购买和后支付的产品 可以说他们的新客户的体验或者说是客户的选购的市场开支 或者是我们叫做是营销费用将会非常非常的低 那么对于其他的支付公司 例如澳洲的Afterpay 像欧洲的Klana 以及像美国的其他一些中小公司来说 那这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先不去说到底公司大小和钱多少来说 光是从产品的这个性价比 以及从推广的力度来说 苹果公司直接在自己的系统和用户中直接推广这个产品 就相当于呢是在微信中推给客户 让他来购买QQB是一样的道理 从今天的股价上来看 Afterpay在澳洲时间段下跌幅度达到了9% ZIP跌幅达到了10% 那么在昨天美股时间段呢 美国的一家小型先购买后支付的企业呢 他的股价也下跌幅度超过了12% 我个人觉得先购买后支付 其实凭借的那就是第一用户多少 第二公司钱有多大 毕竟我们知道先购买后支付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 你只要安时支付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 也就是说公司帮你先垫钱 那他们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哪呢 他们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罚款 以及如果你持交这个我们说的每一期的这个还款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利息支付 其实就像信用卡一样 只要你安时支付是没有罚款的 但是你只要持交 他的罚款是相当之高的 以Afterpay举例 他平均线的一个客户 他的额度仅仅只有500澳元 500澳元 但你持交一次支付的分期付款 他的罚金是10块钱 大家不要觉得10块钱很少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10块钱只有两杯咖啡的钱 如果以10块钱来对比每一次分期支付的费用 也就是500分5次 每次是100的话 他的违约金或者说是罚金 实际上是占据了他支付款的高达10% 这其实那就是个暴力啊 哪有这个罚款是罚你这个支付款的10%的 那正是因为他的数字很小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并没有把它当回事 那么如今现在苹果一来的话呢 毫无疑问的就是 他们的用户可以直接从苹果手机上申请这个账户 这个客户的开发成本 那可就小得多了 所以我认为以Afterpay举例 现在的价格是100到120左右 你说他未来还能再涨10倍吗 绝无可能啊 说的那么肯定吗 我就是这么肯定 绝无可能 那么未来即将上市 或者有可能上市的欧洲最大的Klanar呢 我个人认为在苹果进入这行之后 Klanar的竞争力将会大为削弱 换句话说 他的股价的估值上市以后的价格 将远远远远不及之前上市的Afterpay 所以你要指望他再从一块钱涨到150块 再来这么一家公司 那是绝无可能的事 在未来会有更多的银行 更多的机构 更多像苹果这么大的巨头 来进军先购买后支付 这个板块的门槛是非常低的 只要有钱有客户 谁都可以进 那么目前来说 你说Afterpay也好 Klanar也好 你比得过苹果吗 是比不过的 所以我认为 无论是Afterpay还是Klanar 他未来的前景非常不乐观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